今晚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 南加州房屋市场似乎倖免于经济损失 房屋成交量在今年的春季依旧是维持急剧的V型复苏 半年涨幅竟然高达了55% 但是未来还是存在许多重大的经济未知数 根据南加州每年购房成交量的数据 过去30多年来往往是冬天低迷 春天是旺季 经济人生意繁忙都在忙着代客看房 当然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 房屋销售4月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 甚至接近停顿状态 受疫情影响政府颁布的居家避易令 不方便看房买家变少 同时卖家也因有顾虑上市房源有限 所以造成目前房价仍然保持居高不下的僵持状态 但进入春季后成交量显著上升 巴沙迪纳新报报道 南加州房屋成交量半年涨幅 逆势上涨达55% 专家认为这种微型反弹并不意味着房价 拥有神奇的反弹能力 而是与孩子的就学需求有关 自1988年以来 每年的1月至6月 南加州六县地区总销售量平均增长55% 高峰季各县市差距不大 落县增加52% 城县63% 河滨县54% 圣地牙哥61%等 过去这32年 每年南加州这个趋势从未改变 1988年繁荣时期前半年销量涨幅达到104% 2007年涨幅最小为11% 今年至目前为止 南加州房价虽幸免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但仍有许多变数 在大流行时期 几乎没有业主将房屋放上市场 建造商也减缓兴建速度 但随着加州全面复工 建造有可能提速 加上失业人数大增 购物减少人数 一些人担心房市泡沫化可能已再酝酿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